成功 重拾健康 黎先生滿心歡喜 幸好在一次登山活動中 讓他驚覺自己身體恐怕出了狀況 這次經驗讓黎先生警覺不對勁 加上他的兒子也有心臟冠狀動脈阻塞病史 曾到醫院就醫進行手術 因此讓他不敢大意 來到台中隆總進行檢查 發現冠狀動脈嚴重阻塞超過75% 現在的人飲食習慣的改變 高油膏炎的情形之下 冠狀動脈疾病的產生就比較高 常見的高風險就包括家族食 抽菸 高血糖 高血脂 還有工作壓力太大 最後醫師經由達文西手術 成功幫他新建三條血管 比起傳統開心手術 術後住院時間減少一半 大文西機械手臂可以不用鋸開胸骨 也不用傷到骨頭 就能夠把手術完成 那目前累計49年已經將近800例 算是全國大文西開心臟最多的 醫師提醒 民眾若家人有冠狀動脈阻塞病時 發生胸悶 胸痛 活動力變小 或在爬樓梯 跑步等運動後 有異常喘氣情形 都務必要特別當心 明星文台中綜合報導